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要回家呢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考虑 我想你们可能今天可能也是有点 可能也是有点很兴奋 快要毕业了 但可能也是有一些东西要考虑的 要做是决定 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对大家会有点帮助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今天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创办的公司 然后我这个半导体的行业 然后我也会讲一下 那我这么多年呢 在这个商界跟着做一个工程师 从工程师做到这个创业家的一些 学到一些功课 那也看到这个硅谷的情况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人生里面学到的几个重要的功课 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 我是在广东汕头出生 所以你们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潮州人 因为上次有几个是从潮州的 那当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了香港 那在香港念完中学以后 我就来了美国 大学是在那个康乃尔大学 然后就在那个伯克莱念这个博士 那在中间呢 我在这个念完色试以后 是有去 先去工作 然后再念博士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英特尔 英特尔大家都知道吧 在英特尔公司 那这份工作呢 我做了两年 那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这英特尔公司呢 很注重这个规律 所以不单只是技术上学了一些东西 我以后一生所用的很多东西 都是那两年在英特尔学到了 所以第一份工作我觉得很重要 那两年实在做得很不错 我记得每一年都升一级 但我那时候是很有兴趣要做一个教授 所以做两年以后 我就回去伯克莱去念那个 去完成我的那个博士 那念完博士以后呢 我就去这个惠普公司 就是Hubert Packard 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研究 因为很多时候要去比较好的大学教书了 可能最好是念完博士以后 再去做几年研究 发表一些论文 然后可能可以进比较好的大学去教书 那我就去了这个惠普的实验室去工作 但是做了几年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我 我那时候在英特尔那两年开发产品的那种经验 我觉得每年可以做一个project把它做完 这个是蛮exciting的 所以我就决定放弃了 我就决定不要做教授 那我就转去一家公司 去负责一个他们的科研的部门 所以就转变了一下 就从做研究变成是做这个产品的开发 那也学了很多关于这个商业的事情 然后过了几年 我就跟我弟弟 我们就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1990年的时候开了一家公司 那这公司的话还算蛮顺利的 我们做了七年就在这个NASDA上市 那我在公司是负责这个公司的产品的 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的开发 那然后也是负责公司一些 因为我们是科技的公司 有时候也要注意这专利的事情 所以我也负责公司的一部分 这个IP专利方面的事情 那我们公司后来一直发展的时候 就从美国也就发展到亚洲去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香港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都有开这个科研的中心 就是R&D Center 那后来在三年多以前 我们公司就被收购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想要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们公司那时候 也有个公司很有兴趣收购我们 我们就被收购 所以到这个两年前我就退休 就转去做其他事情了 所以从这里看的话 实在有时候 我们当然在某一个时候要下决定 好像我那时候从这个 本来在英条做工程师做得好好的 那时候就决定回去学校念这个博士 那后来也没有做教授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career的发展 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不一定是一条直线 有时候我们在当时候 当要下决定的时候 会很小心去做决定 但有时候要是你的兴趣改变了 环境也转变了 要转变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我有时候朋友说 你当年要是说要创业的话 那可能这个博士就不用念了 但我不是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就说 有时候人你在当时候要怎么决定 要很小心决定 那之后的话 要是有什么要改变的话 也是OK的 所以不要说太紧张 有时候说 我这一步坐下去 走下去 是不是不能回头了 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这个公司呢 我们Purcom的话 公司是一个半导体的公司 我想你们可能也有 可能前两天好像有人介绍 这硅谷 为什么叫硅谷 有没有听过 因为硅实在就是这个半导体的原料 这个材料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半导体的公司 所以我们主要呢就是做一些周边跟这个时钟的原件 那我们是1990年创办 97年的时候就上市了 那我们有很多这个可以算是大公司的客户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下 那这硅谷呢 每年都有把这硅谷150家上市的大公司会列出来 那我们公司很多年也在这个这个list里面 我们大概在140 130多左右 所以在三年多以前呢 就有一家公司叫Dios就收购了我们公司 那时候也4亿多美金收购了我们公司 那我在公司呢 就也多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帮助他们过渡 因为公司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因为我们从创办到做了二十几年 所以我们实在那时候被收购也是很小心选择一个 我们觉得好的公司能够 我们的员工能够好好地也是继续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被收购以后呢 我还是继续留在公司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把东西都交代好 我才离开退休这样子 那公司的那时候总部呢 就是在这个离这边大概15二十分钟左右 在Buy Peters的地方 那我们总部在这边 但是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那个销售啊 有这个做科研的东西 那我们公司好像一个联合国一样 因为我们公司有不同种族的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我们有中国人 有黑人 白人 这个菲律宾来的 这个其他国家 欧洲来的人 但是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我们相处很愉快 而且大家都合作得很好 这个也是硅谷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要是去餐馆吃饭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呢 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有 那我们公司那时候 我们是半导体公司 但是我们是没有自己工厂的 我们主要的话就是设计 然后就是跟我们的客户合作去开发产品 然后就在亚洲去生产 然后就在美国卖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后来收购了一个生意 就是做这种Crystal整体的 那在这个台湾跟在济南都有工厂 所以后来变成我们公司也是工厂了 但主要的供应商就在亚洲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在韩国 在新加坡 在泰国 那客户的话是全球都有 那公司那时候大概有900个员工左右 那一年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在1亿5000万 到两亿之间的销售 所以那时候算是做得不错的 所以我们公司的产品应用的范围很广 在这个通讯 然后在这个电脑上 在这个consumer electronics 好像手机 然后在汽车都有 那客户也很多 有这个好像惠普 Intel Dell 然后中国的华为中心 这个思科 在Samsung 然后这个汽车方面 这个美国的Foot 那G1 所以我们公司的话 客户也是蛮广的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半导体 这个工业 因为这个半导体工业的话 现在在世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可能大家虽然不是 我知道你们可能都不是学理工的 但是你们半导体 这个行业可能都有听到 因为最近这两年的话 中美的这个贸易里面 也跟这个半导体 有的时候很多的那个 供应方面也有很多这种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产业呢 一年的话呢 去年的话大概是四千多亿 四千多亿美金 那去年成长了大概12.5% 那在前一年呢 成长了20%左右 所以这几年是成长得很快 因为有几年前呢 有人觉得这个产业已经是 相当成熟了 这有点 甚至有人说 这个产业已经是 是Sunset Industry 就是快要下山了 太阳下山 但是过去这三年实在呢 又增长得很快 那这个实在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个产业的话呢 每几年就有很大的变化 那所以它重要性呢 就是今天的这种通讯产业 可以说它是这个推动力 因为你今天的 无论是手机啊 你的那个其他的这个 网通东西 全部里面实在都是用半导体元件 那而且在电子方面 也是这方面的推动力 那所以大家今天 你享受到的 你的手机很好用 你的电视很好 而且每一年价格都比以前便宜 然后那个里面的东西 实在都比以前都好 这全部是因为半导体 一直在进步 要是半导体没有一直进步的话呢 你们现在不会享受到 享受到这么多好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个行业 做了三十几年呢 我是相当的骄傲 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呢 实在对这个 整个这个科技的贡献实在很大 那甚至今天的话 大家都在谈这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AI啊 这很多方面 那实在这些东西呢 要是没有很强的 半导体的发展的话 有发展这么强的平台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产业很重要 那这个产业的特性怎么样呢 这产业的特性的话呢 我们卖的价钱呢 是每一年都在降 所以我今天卖的 跟我去年卖的 跟今年卖的东西 今年一定比去年是便宜 然后每年的量都在增加 那技术改变得很快 所以呢 就说不断要有创新 所以公司一般要投资很多钱 在这个科研方面 然后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对我在这个行业来讲呢 我是一方面觉得 这个是很exciting 很兴奋的 因为不断去创新 但另外来讲呢 也是很累 真的蛮累的 因为你经常要去 这个市场经常在变 那我们经常要去改变 那然后 这也是蛮累的 压力也是蛮大的 那我跟着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这个硅谷 大概有工作三十几年 总共我在注意硅谷 大概有注意有四十年的时间 那我看到硅谷是怎么样的 硅谷的文化是怎么样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硅谷呢 当然很有名就是创业 因为这个大家呢 实在都是很 很多人在硅谷的人呢 都有兴趣去创业 所以我在博客来的一师同学 也是有去开公司 我们同学里面去开公司的人也不少 那当然有的做得很成功 有的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大家这个创业的精神 是非常兴旺的 那所以有很多时候 因为你要创业的话 很多时候就有很多新的主意 所以你在跟朋友 在吃饭啊 在谈话 大家都会在讲什么新的主意 有什么新的可以创新去做 你看看这个硅谷的话 过去四十年的演变 本来呢 是主要是半导体 然后是这个电脑方面 所以叫硅谷 那现在实在硅谷已经是 发展到很多不同的行业 里面也有这个软体啊 有这个internet的service 好像google啊 facebook啊这东西 然后也有这个生物科技 那个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 也有genetek 那个genetek 那个gelet这种大的公司 那还有这个好像说电动车 这边有tesla tesla也是在这边 所以说已经是发展到 一个很多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科技产业 所以不单只是 只是做半导体 跟这个电脑而已 那大家呢 都是蛮敢去 都不是大家都 都比较敢去take risk 就是风险来讲 大家都不是很怕 那因为有人讲 甚至就是说 你失败的话呢 这个是没什么 只要你学到功课的话 你去尝试新的东西 去开一家公司 然后失败也没有什么 甚至于有的那个 创投公司的话 他们说他们喜欢 你这个来开公司的人 要是以前失败过 能够学到功课 那是更好 因为你可能都已经是学到 怎么样去处理失败 那所以 甚至有人说 你要是说没有失败过的话呢 你可能是不够勇敢 因为你没有去尝试新的东西 那这个是有时候说 算是这边的精神的一种 那时候很多创新 不单只是科技上的创新 有时候他们在做生意的手法上 也会去想怎么去创新 那这边的人脉很强 就大家的话呢 很多时候都 大家都是很开放 你去找 有什么事情 你去找朋友 去问的话 他有时候 大家都很会互相帮忙 有时候就算他不懂的话 他会介绍他的朋友 给你知道 所以我们在开公司的时候 公司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三个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也碰到一些技术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的 那我就去找我的朋友 那真的我朋友不认识的话 他就介绍另外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也不需要 我们给钱他 就是大家互相帮忙 所以这个人脉 跟这个风气 我觉得在这方面 都是对创业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呢 另外的话 大家对这个自私财产 这个intelligent property 是蛮尊重的 就是说他们不会随便 讲那公司 很仔细在里面 在做什么 这方面大家的话 是会保密的 那在公司来讲 我刚才讲 我说公司好像 一个联合国一样 就是因为 实在硅谷公司 都很注重你的才干 所以他不要管 你是哪一国的人 哪一个种族的人 你要是说有能力 能够做的话 公司的话 都会注重这方面 所以你去上班的话 实在也是很随便 我们上班的话 一般都不会打领带 就算是做总裁的人 也不会打领带 很多时候就是 说好像我今天这样子 我们这个公司 所以西部的文化 跟东部是很不一样的 有一次我们公司 要跟这个IBM 大家有听过IBM IBM他们的公司 主要在东部 有一次他们来 往这边开会 那结果呢 我们就大家都 就是把领带找出来 把西装找出来 就穿了 去跟他开会 结果到开会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就穿得很随便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是日相随俗 所以他们来到西班的话 他们就要跟我们的 要跟我们的 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想 我们要跟我们客户的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但是公司来讲 对员工来讲 一般都会分享 公司的利益 就是公司 他们会给这个股票 这个员工 有赚钱的时候 都会分红 所以对员工来讲 是一般来讲 待遇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么多 好东西里面 实在也有它的代价 所以说实在 在公司工作的话 压力是蛮大的 因为有时候 有这么好的环境 有这么好的待遇的话 公司的期望是蛮高的 然后有时候 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是很高 因为你看周围的人 都很优秀 周围的人都很努力去工作 所以的话 对大家来讲 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很长 然后呢 这边的生活费也非常高 这边主要是房子很贵 那你们来这几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 就说这边的堵车 也是蛮厉害的 你们这边也不要有没有碰到 还没有碰到 算是你们运气不错 现在堵车是很厉害的 所以总括来讲 世界很多地方都很希望说 能够去制造一个在当地的硅谷 那我觉得要去开一个科学园 是很容易 这个不是很难 但是要去制造一个硅谷的 这种文化 就不是很容易 因为我刚才讲的话 有很多方面实在是文化 不一定是这个硬件 不一定说你有一个科学园 只能够去制造一个硅谷 那另外一方面 在硅谷我创业的经验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ecosystem很重要 这个ecosystem就是生态系统 那什么叫生态系统很重要呢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有才干的人 就不单只是科技的人 就是说很有能力的律师 会计师 然后做生意的人 当然也有创投的人 所以这边有才干 有能力的人很多 而且有很多人呢 他们是可以做这个顾问的 所以我刚才讲到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是发钱请的顾问 才提起解决问题 有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发钱 朋友就是你的顾问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就是说 而且也有很多 其他的支持产业的这种实验室 去做分析怎么样 所以在这边来讲 在这种的ecosystem里面 去创业就很简单 应该不能说很简单 就比较容易 因为很多事情呢 你是自己不需要去做的 我刚才讲 我们刚创业的时候 公司只有几个人 所以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会计师 没有自己的财务 那都可以找到外面的人来帮忙 然后呢 我们有的时候 技术上的问题呢 我们自己不懂怎么做 我们那时候在去找 斯丹福的一两个教授 他们就帮我们解决了 所以这方面来讲呢 周围的整个生态系统 这个ecosystem 对这个 在这边创业 帮助是很大 所以你去创业的话 有时候不单 所以你能够只是 职中在做你自己 最强的东西 其他东西实在是不一定需要 都有其他配套 可以有人帮忙 OK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 有想过以后可能会创业的 有没有 有一次 OK 因为跟着我 所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么多年呢 从业工程师 然后做到创业 开公司 就学了一些 商业上 这个产业上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呢 不单只是你去开公司有用 我觉得 就算是你是在一家公司工作 我希望我跟着跟你分享的东西 都会对你们有用 那因为这是这么多年 我自己在这个业界做了这么多年 一丝的经验 那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公司要成功的话呢 策略 就是这个战略 跟这个执行 都同样重要 两者缺一不可 那 那举个例 你去看这个苹果 苹果公司 它实在呢 它的产品都不是 它第一个做出来的 就是说好像说 它做手机的时候 在市场上已经有人在卖手机 它不是说第一个创新 做这个产品出来 但它策略怎么样呢 它策略往往就是 它能够找到市场上 这产品 举个例 手机 有什么东西 它觉得客户是很想用 很想 很希望有这种的特色 但是市场上还没有的 所以它一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会觉得 哇 这东西很好用 虽然以前已经有手机 但它的手机特别好用 那 所以这个是它的策略 它在执行方面呢 它也执行得很好 所以它东西出来 很少说 一般来讲都是 一出来就能够用 不会说 还很多毛病 怎么样 所以它在执行上 也是做得很好 那因为我在这边 自己观察的话 就是说 很多公司 它们有很好的主意 有很多新的idea 但是很多都 在硅谷很多公司失败了 实在呢 硅谷来讲 十家创业 大概只有一家 最后是成功的 那为什么 很多时候就是执行不行 它们执行的时候 做了一个问题 那另外呢 有的公司 它的执行很强 但是它在市场变化的时候 它没有好好去转变 它的这个ture 结果也失败了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 在手机 就是这个Nokia 你们大家很年轻 所以可能已经 没有用过Nokia手机 有没有用过 那Nokia的话呢 你要是说 五年 十年前 手机它是 算是第一了 那么弯 但现在Nokia都不见了 主要就是在转型 到这个smartphone的时候 它动作不够快 结果 那今天Nokia 这公司还在 那有的 好像说你这个 Codex 大家不知道 听过这公司 可能没有 就已经拍照的话 还有这个 有了照片的 那Codex的话 这公司曾经是非常成功 现在整个东西没有了 所以你要是说 在市场变化的时候 你的策略 不懂得去改变的话 你就算是做的 本来东西做得很好 也是不行的 那在策略方面呢 要考虑什么东西呢 主要要考虑市场 市场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 你的这个业界 到底怎么样 就是说你这个业界 好像说你的工业有多大 举个例子刚才讲 半导体差不多是 差不多接近五千亿 那你这个产业大有多大 它这产业是不是还在增长呢 那它的毛利是高还是低呢 说你的这个客户是谁呢 那客户有什么 是他们需要的 但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 这些都是要问的问题 因为你能够解答 这些问题的话 你才能够定出 你产品的策略 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去了解你的竞争对手 也是很重要 那你去跟你竞争对手 去比的话 你有什么优势 所以在这个 策略的思想很重要 不单只在产品开发方面 实在在很多方面 你的策略思想很重要 那很多人去开公司呢 都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市场很大 我就是专去找这个市场很大的去做 这本来没错 但你要想想看 市场很大的话 你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 这个竞争率就非常强了 因为有人觉得 哇 这个市场这么大 我拿到一个percent就不得了了 那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这样想 那所以你要是真的是 没有那个很好的 这个好处的话 比人家好的话 你可能一点都不会赢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不行的 那这边没有工程师 所以我就这一句可能讲的话 就是 就是有人他技术很好 他觉得他技术好就行了 有好的技术一定有人来买 这个是很多时候是不对的 因为客户他主要 他是想要有个产品 能够符合他的需求 他能够用 他有时候他根本不想 知道你什么技术在里面 那在执行上呢 很重要就是要看 到底你有没有能力 去执行你的策略 决定你要去做一个手机 那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钱 去开发 那这很重要 那所以要是说你不够的话 那你除非你能够找到 足够的资源来做 要不然你可能就有改变计划了 我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 要做的产品呢 要发的钱比较多 那后来我们去找人家投资的时候呢 没有找到那么多钱 所以结果我们就把我们的计划改变 我们就说我们只有这么一笔钱 那我们可能就要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 先去赚一点钱 然后才做以后要做产品 所以公司呢就从比较一些 不是很起眼的产品做起 但是呢这样子的话 我们公司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上来 那当时要是说还是冒险 这个钱不够还是去做这个产品的话 可能就垮掉了 因为有时候你做到一半 钱就已经不够了 那就可能公司就维持不下去 那另外一样很重要的话 就是应该专注在你最强的地方 你要是说有的东西 有的东西别人可以替你做 就不要去分心去做 我有朋友他开了一家公司 他这个人很聪明 所以很多东西都怎么做 他也是半大腿公司 那他开始卖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就需要有的时候做财务的东西 结果他就自己去用电脑 去开发一个软件来处理财务的东西 那当然一方面是他很聪明 他能够做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就分心了 他真的是分得很分心 而且他做出来还是没有市面上卖的软件好 所以结果这个是浪费了他的时间 对他公司也是有不好的影响 那团队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创业的话 一个好的团队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创业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你要改变计划 你刚刚出的这个idea可能很好 但有时候市场一变 你可能要改 那你的团队很好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改变你的策略 还是能够赢 那你团队是不行的话 只有那方面本来做的东西的经验的话 转不过去的话 那就不行了 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创业 那个人脉很重要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 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懂 你要是能够去问 去找人家去学的话 这很重要 那要是你的产业是 比较是这个有科技的话呢 那很重要是保护你的自私财产 你的这个专利啊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 在人生的一些 学到的一些功课 那这 所以接下来有三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几年前呢 我是 我是康雷尔大学的校友 所以几年前 他们这个电子系毕业的时候 他们就邀请我去 跟他们分享一下 我的学到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当时候就想了一下 就想到有三点 所以那过去这几年呢 我也不断地思想 所以今天也是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几十年的 生命里面 学到的一些重要的功课 那第一的话呢 我是觉得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因为你不单只是 因为今天社会 转变得很快 你不单只是 学科技的人 要经常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是 无论是做哪一个行业 你都要不断地学习 那 有时候他们说 大学最重要的话 是要叫你们 怎么样去思想 我觉得这是很对的 因为你大学学到的学问 可能你过几年就已经是 不一定是最新的了 有时候可能会淘汰掉 所以最重要的话 就是说你们懂得 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去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这不单只是 搞科技的人 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今天的社会上 不断地学习 是非常重要 那一方面要有深度 也另外一方面 也要有这个广度 因为我记得 我那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 学校的要求就是说 除了我本来的专长 我那时候是学电机的 除了我学的工程的东西以外 还需要有一些复修的课 复修的课 那时候我觉得 这个很浪费时间 我要学工程 为什么还要去学复修呢 那时候我就学了 一门是数学 另一个是经济 那结果很有趣 我这个复学东西 以后都很有用 因为我学的这个数学呢 在我念这个研究院 做博士研究的时候 刚好我的题目 我做的实验里面 我就发现 这个东西好像我以前 在学这个数学 一个题目一样 结果就把那个书找出来 那时候已经忘记 书还没有丢掉 把书找出来 结果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那时候博士论文呢 实在有一部分是靠 复修的东西的 那经济方面呢 我学了 大概选了三颗 这个economics 这个经济 那后来 我在出来创业以后 就从这个技术 管技术 到那个公司的 这个运作 运营 结果我觉得 这个economics 对我来讲 也是满有帮助 所以有时候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不要说 觉得我们是学 某一方面的 我就是那方面的专家 我其他东西 我就不要去学 那可能要去学的话 我也学不懂 这个实在是不一定的 因为另外的历史就是 我们那时候公司 跟另外的公司 要打这个专利的官司 那我在找这个打专利官司的时候 我们就去 那我就负责去找这个律师 要找一个好的律师 来打这个官司 那我就去 去interview 就去找好几个不同的律师来谈 那其中一个律师呢 他是这个哈佛的发学院毕业的 但是他这个本科是念历史的 那我就问他 我说 你对这个科技到底懂不懂啊 我们是打专利官司啊 我们的科技要很懂 他就说 我是能够 我每一次都能够学到 我跟街上的人都能够解释 你做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听懂 因为你去打官司的话 美国的打官司是这样子 都是陪审团 陪审团的人 都是街上找来的人 他都是大部分都不懂科技的 所以你找到一个律师 你要说 只能够讲这个工程师的言语的话 那对这些赔损员来讲呢 是一窍不通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就能够以一般人的这个认知 来跟替他们解释 那后来真的 我们就请了这个律师 就他真的很难干 我们这个官司就打赢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你们不要说觉得你们不是学科技的 那科技的东西可能就不敢碰 我有时候觉得就说 真正我们现在的话 科技总是要懂一点 而且都是要 你要是说真的是把你的心放进去 你不一定能够学到去写这个电脑的这个程序 但你要是要懂某一方面科技 这是绝对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就说是要很 不断地去学习 那学习方面我觉得就说 不单只是这个知识方面 这个技术方面 在你的这个怎么样去 去沟通 在这个跟人家沟通 在你的分析能力上都很重要 那所以就是不要怕这个改变 因为我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改变得很快 但是因为改变 实在很多时候就是机会 你要是这个产业没有改变的话 那都一定是现有的这个公司 一直强下去 那就是因为市场有改变 新的公司 还是其他的公司才有机会 所以改变来讲实在是好的 那就是要你不要去怕 就要去看看你怎么样能够去配合这个改变 那学习方面我觉得 所以每个人我就要有一个好奇的心 而且要比较勇敢 比较这个开放去学习 因为你真的是创业的话 那要学的东西很多 因为你要是 你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你要是说你没有一直去学的话 那你公司可能就不能够成长了 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本来是念工程的 然后是搞科技的 但是后来我就发展到 我要去学习怎么去管理人 然后甚至于好像刚才讲的 我还要学一些法律的东西 因为关系到这个 科技产权的东西 那我也要 要去学一些法律的东西 那我每一次去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 因为实在每一个 新的东西都有它一套学问 能够通了以后 实在是很有趣的 所以在这方面很重要 我觉得在大概每几个月 可能有时候就要发时间 自己反思一下 因为你在反思之中 才会知道自己要学习什么东西 所以我知道你们跟着 今天以后你们也有一些反思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利用那个时间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学习过程中 能够静下来去反思一下 去调整一下 是很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功课呢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产业做了36年 然后在 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工作 在人生 好像是在跑这个马拉松 是一个长跑 所以要是长跑的话呢 那你又只有这个内力 你要能够把它跑完 那怎么样跑完呢 我觉得就是说 很重要就是要 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注意几方面健康 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情绪上的健康 你的精神上的健康 都很重要 那首先呢 这个身体的健康 我们大家可能都很 今天都很知道 要吃得好 要休息 要运动 那我自己的例子呢 就是说 我太太是营养师 所以我吃得好的 是没问题的 吃得很有营养 但是这方面 实在现在的话 知性都很多 所以大家要吃得有健康的话 这个问题不大 那我工作时间很长 我每天一般来讲 上八点离开家 然后是八点后才回到家 但是我中午的时候呢 我就会 就是我中午的 有时候是不需要开会的话 我是吃得很简单 我就去去跟同事去散步 那我们一般来讲 会走大概半小时 那一方面呢 跟同事可以培养感情 另外一份呢 也是就是做了这个exercise 就是有运动 那我平常的时候呢 有时候下班 就算很晚的话 一个礼拜我还会去游泳 有时候游一两次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呢 就是说我觉得 身体还是能够保养得不错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很拼的 我们也是伯克莱的同学 他很拼 他也是搞这个创办公司 也是做得很成功 但是他到五十几岁的时候 身体就不行了 结果他在那时候 就要提早退休 所以有时候呢 就说我们要是 你没有好好注意身体的话 你可能到 在美国实在 有人三十几岁 就有人心状病发的 那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们年轻就可以随便 所以我觉得人生 好像真的是 在跑一马耳松 所以第一 就是这个身体的健康 那第二呢 就是这个 我们的情绪 跟这个 精神上的健康 那这方面来讲呢 实在这个 今天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 在美国来讲 有这个忧郁症的人是很多的 有这个depression很多 那实在 在这个很 在我们这个社会 今天 实在都是要求很高 就是说我们对 公司对我们要求高 自己的要求也是很高 也竞争也很厉害 那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张力呢 这个stress 很重要 因为你要是说 不懂怎么去处理你的张力的话 也是 而且去处理你在 你们在 以后工作 就是在学校工作 你们也是会 可能也是会碰到失败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也是 有时候失望 失败 那也会有转变 那你怎么去处理 这些带来的心理压力 这很重要 因为呢 好像我自己的情况 我们公司 我刚才讲 好像说 好像公司好像很顺利 就是说几年后就上市 然后一直都做不错 实在我们公司 经过三次的转型 因为我们半导体的这个行业 经常就是 随着我们的客户 因为好像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这个电脑 手提电脑 这个市场很好 所以我们公司那时候 做得蛮成功 但后来手提电脑 大概就是已经是饱和了 那我们就要 所以我们生意开始 生意开始下滑 那我们就要去想 做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公司是转型三次 那在每一次转型 实在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那怎么处理这些压力呢 那实在在硅谷的话 好像苹果 英特尔这种公司 都经过一些转型 都有经过这种东西 所以我在看的话呢 首先就是说 我们在看这个 有时候怎么样去看成功 我觉得很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说有一天成功的话 你会是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去做梦做过 是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有一个很好的车 有一个可以去度假 可以去南极 他就说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成功是怎么样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成功好的时候 真的都是跟名跟利 走不开 有时候就看你是不是在公司 坐的位置很高 有很好的名誉 那赚很多钱 那这些呢 实在不是不好的 我觉得你要是说 努力工作的话 这些东西 有一天可能你都会有 那是个人的程度很不一样 那但是呢 这个不一定能够 等你得到满足 也不一定能够等你快乐 那举个例 这个 Apple的这个创办人 这个Steve Jobs 大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那Steve Jobs这个人呢 他 那时候 他本来是苹果的创办人 那后来被 被苹果 踢了出去 那后来苹果做了不行 就把他请回去 他请回去的时候呢 就有人去问这个 Dial 这个Dial 电脑 大家可能也知道 大家电脑 这个人叫Michael Dell 人家说 Steve Jobs今天回去苹果了 你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Michael Dell 就很随便讲一句 他说 他说这苹果 这公司这么烂 他回去也没什么用 干脆就把公司卖掉就算了 那这个Steve Jobs呢 那时候听在心里面 一定是很不爽吧 但是他就没办法 那时候苹果是很烂 那过了一阵子 苹果过几年 越做越好 所以有一天呢 Steve Jobs就发了一个 电邮给所有公司的员工 他就说 今天我们的市值 比这个Dial电脑要高了 那是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他人家讲一句话呢 他就记在心里面很多年 到能够报复的时候 就立刻通知他的员工 所以有时候呢 所以有时候呢 他是真的 Steve Jobs就算去 他回去苹果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是很有钱 已经有其他公司做了很不错的成就 但是有时候 人要是说 你一直要去跟人家比的话 总是不会说很快乐 所以我自己实在 以前也是一个 很喜欢跟人家竞争 跟人家比的人 我那时候申请研究院的时候 有好几家学校都收了 那伯克罗还Stanford都收了 都录取了 那就MIT没有录取 那时候我就想 怎么MIT怎么进不去 那时候没有想到说 已经有很好的学校录取了 这只是想到 为什么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那后来但是 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的信仰 后来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后来我做基督徒以后呢 我就在圣经学到一个功课 它里面有一个预言 一个比喻 就是耶稣就说 有一个主人 他给下面三个仆人 一个是给他五千银子 又给他两千银子 又给他一千银子 那后来他们五千的 就赚了五千 两千的赚了两千 一千的话 什么都没有赚到 那这个主人呢 他对这个赚了五千的人 跟两千的人 他就是侵占他们 是中心的仆人 因为他们虽然 他给的钱不一样 当他们赚回来的话呢 那比例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我就了解 就是说 神谁给每一个人 他的财干 他的机会都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是能够尽力去做 把自己所有的尽力去运用 去做的话 那神就已经很满意了 所以之后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在做每一件事情 或者是尽我全力去做 那这个成果怎么样呢 就是说 就看 就不用太操心 就算是失败的话呢 我也是能够心里有这个平安 那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们失败以后呢 能够怎么样 再爬起来 再重新做呢 心里的平安很重要 所以这个这么多年来讲 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是 从那时候开始 我去看别人 做比我好的话 我是会去学习 然后也是给他们启发 学到他们 get inspired 但是我就 不去跟他们比较 我就尽力做我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在里面也是鼓励大家 就是说 你们今天 你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 你们以后做事 可能也是很成功 就是 那就尽量做你们最好的 那心中要有平安 也不要去跟别人 看到别人比好比好的时候 你可能想怎么样去改进 但是呢 也不要去跟人家比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要有一个对的观点 一个right perspective 因为一个好的事业 一个好的事业成就很重要 但是呢 更重要的话 要有一个好的生命 那所以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不应该是 你的人生的全部分 你的家庭 你的健康都很重要 那在硅谷呢 有一家这个公司 他的创办人 他后来这公司做了很大的成功 他这个创办人 那时候还没有创办公司的时候 在一家大公司 已经做到他的销售副总 那有一次 他就跟人家讲说 我要是要选择 我的太太跟公司 那我太太就输掉了 他说 If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fair child and my wife my wife lost 那你们结果 他婚姻结果怎么样 大家猜得了吗 结果就离分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但是这种例子很多 就是说 在硅谷来讲 失败的婚姻实在很多 所以这方面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 要有这个正确的 比较平行的观念 那一个好的 一个好的品格是很重要 就是一个好的品格 因为你长期下去的话 一个好的品格是很重要 那不要在小的事情上 觉得可以随便 那我有一个经验 我那时候刚刚 出来做工程师的时候 我在英特尔第一份工作 那有一天 我的老板就很生气 来找我讲 他说 我们隔壁那一组的经理 以后我们的资料不要给他了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可以说很天真 因为刚刚工作 觉得大家都是同事 要是人家找我拿资料就给他吧 那我老板就跟我说 我说他说那一组那个经理 把你的资料拿去报告 没有说是我们最主作的 大家明白吗 那我那时候就是学了一个功课 那也没有什么东西就忘记了 结果呢 大概很长时间以后 十几年以后 有一次在报纸上 看到这个人的名字 在报纸上 他就给政府告 那后来还被抓去坐牢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实在这个人呢 他后来离开了英特尔 就是这个拿了我的资料 去Present的这个人 他在这个 他实在离开英特尔以后 去开了两家公司 都上市 这很成功 但是呢 他最近就跟另外一家公司 有着专利的官司 结果他就去逆照这个文件 说他是他先发明的 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你专利的话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到底我的笔记簿里面记录 因为我申请有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嘛 我可能今天有这个idea 我在笔记簿写下来 那可能我过半年才去申请 怎么样 结果他就去逆照 结果呢 但是现在科技也很厉害 这个 人家去看他这个笔记簿里面的 这个 里面写的这个ink 这个墨水 发觉呢 那个是新的 不是他那个 那一年的 所以结果他 他一直搞下去 所以一生就毁掉了 他后来就 还要去坐牢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想起 我们中国人说 你小的时候去偷鸡 大时候会去偷金 有时候你们不要想说 这个是小事情 我可以随便 有时候习惯 做成了以后 有时候是改不过来的 所以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就要注意 诚信很重要 你的这个品格很重要 因为变成习惯以后呢 有时候真的很难改 因为硅谷有另外有一个问题 有的人他们做这个内线交易 大家叫内线交易 就买卖股票的时候 举个例子 你知道公司可能被收购了 那你就先去买公司的股票 等一下消息出来的时候 公司的股票可能涨了一倍 那时候你就赚了 那这种在美国是不合法的 但是经常还有这种事情 那有时候甚至是公司很高的职员 已经赚很多钱的人都会这样子做 有时候就是 人就是习惯 你要是习惯了有这个贪心 有时候 你做出来的事情就会这样子 所以刚才讲 就是说 硅谷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分音 有很多土饼 耗酒的问题 有很多人 有mental problem 有这个忧郁症 有什么样 甚至于有的人是有犯官司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们真的这个情绪健康 这个精神上健康很重要 那第三点的话 就是不要太自我中心 最重要的话 要做一个团队 有团队精神的人 一个team player 也要服务别人 服务这个社会 现在很多公司 在我不知道在中国情况 在美国很多公司 他们都很注重 他们请人的时候都会很注意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项目 都很复杂 都要一个整个团队来解决 你这个人 虽然是单一个人很强的话 某人是做不来的 所以你这个人要是说 所以他们很多学校 从中学开始 已经在训练学生 怎么样一起来做team project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的这个IQ 跟你这个EQ 要是比起来的话 可能你的这个情商 比自商还可能要更重要 这很重要 那要怎么做呢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要去 你在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在公司做事也好 在学校也好 有什么交往的时候 要去了解对方 要去是说 去对对方 有同理心 去以心 有时候跟大家去做事的时候 以心比心 不要是单顾自己的事情 也要去顾一下别人的事情 那就算是在商业的话 我们有时候要跟其他公司 要在这个商业上 有时候这个合同 要大家要谈的时候 我们往往也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来讲是 最后才找律师去处理的 我们之前可能这是主要人 大家先来谈 双方来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你律师的话 一般他都会很顾客户的利益 那两边都是律师的话 这个事情 往往是谈不出来的 因为你大家都完全去顾自己的利益的话 根本是没可能是达到这个合议的 所以有时候将心比心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就是真的要有诚信 在公司做事的话 要能够有 大家有能够建立这个信任 很重要 那除了在公司做事 我说很重要的是 就是说要对 要去关心别人 也去回馈这个社会 在2007年 这个Bill Gates Bill Gates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Bill Gates的话 他在哈佛没有毕业 但是哈佛还是请他回去 在2007年的时候 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去致辞 那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就是鼓励 他说 你们这般都是 已经是很优秀 而且是已经是真的很多 承受很多好处的人 他就鼓励这些毕业生 要去服务这个社会 要去多去处理世界上的问题 他说贫痊啊 这个病啊怎么样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 For those whom much has been given Much is expected 这句实在是从圣经来的 他说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拓谁 就向谁多要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实在你们也是 很幼稚的学生 也是有很好的教育 所以也是真的要去 不要单是只顾自己的事情 也是要去看怎么样 能够关心别人 去能够 也是回馈社会 那我讲一下就说 有时候 你小小的关心 有时候可能 可以对别人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讲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 我自己在念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在香港 有两类中学 一个叫中文中学 就是说所有的课 都是用中文来教的 除了英语 那有另一类的话 学校是英文中学 就是所有的课 都是英语教的 除了中文 那我刚开始念的时候 是念中文中学 那后来我妈就把我 转去一家英文中学 因为像我那时候 英文好的话 比较 那个前途比较好 但我转过去以后呢 我每一课都念得很好 就是英文 就不合格了 那我那个 刚好我那个英文老师呢 他也是我的班主任 他就有注意到 他说 他就有注意到 我这个情况 他就特别来 注意我一下 也来 私下来 再帮我一下 学英文 这个鼓励对我很大 我大概 在以后 那个 就是英文就进步很快 所以这个对我 一生来讲 那个一生来讲 这个影响很大 就是这个老师 因为他有关注到我 结果对我以后影响很大 那我们也认识一个老先生 是我们教会的老先生 他在教中学的时候 他也是教中学的 那他有个学生 家境不好 那有一天他就注意 这个学生没有来上课 他就去他住的地方找他 结果这个学生觉得 现在家里环境也不好 念书也没什么意思 那他这个老先生就去鼓励他 我们这个认识老先生 他这个老师就鼓励他 结果他这个学生 就回学校去念 结果后来成为一个 很有成就的教授 那几十年后呢 他有一次讲起 这个教授向人家 谈起这个事情 刚好他在下面听的人 有一个人 正是我们这个 他以前这个老师的 所以这也是说 真的是一个小小的 一点的关心 能够有时候 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一句说 师比受根本有福 当你能够去跟别人分享 去帮忙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你自己真的是 有很大的 是很开心的 有时候有很大的得着 那我现在退休了 所以我也是很乐意 有时候去帮一些 还在业界的人 有时候他们来找我 问一下 就说怎么样处理 工作上的问题 他们的这个职业的生涯 怎么去计划 去规划 他们会混到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 一起讨论 有时候帮他们解决到一些问题 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不要 因为你只是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 你会失去了一份的开心 一份能够跟人家分享的喜乐 OK 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